你好 余婚1280 1280 那一人250六 麻烦大家A一下吧 这顿饭说好了我请客 你这干嘛呀 不好意思啊 逗逗开玩笑呢 这顿饭我请客 我请 既然你请客就别用我的手机了吧 我哪来的钱呀 大家都在这 你给我点面子呀 你没钱关我什么事啊 我又不是信用卡 没钱当什么大不是 就是 见过坑老的 还没见过坑老的 那是我的意思 坑老婆 杨豆豆 你怎么回事啊 最近处处在外人面前让我难看 我给你脸了是吧 这豆豆就好久都没去了 杨豆豆 之前说好了 每周末去包好表弟辅导钢琴课 你这豆豆就没去了 还非得我答应大家请你啊 当初是你没有问过我的意见 就一口答应下来让我去辅导表弟的 我可没有义务做这些 如果非要做 那就按一对一私叫的市场价来 一小时一百五 我每星期去两天 一天四小时 去了四星期 也就是四千八 这笔钱谁付啊 大姨你付吗 还是你 玩我呢是吧 之前说好了房租一年八万 怎么合同上变成十万了 豆豆 这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答应错了 没错呀 这市中心的商铺 十万块钱都一堆人抢着药 您要不满意的话可以再问问别家 你疯了 这是我发小 这么熟的关系能跟普通人一样吗 这是你发小又不是我发小 这是我娘家的商铺 跟你也没关系啊 原来这商铺不是你的呀 你明明做不到你还给我答应那么多 真吓头 怕丢人就别打中脸充胖子 你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凭什么让我替你完成啊 我是你老公 你给我面子你脸上不也有光吗 得了吧 你脸上的光什么时候靠过你自己啊 面子是要靠自己正的 不是靠别人给的 像你这种为了所谓的面子 委屈另一半的人 才是真正的丢人 来吧 谈吧 乐乐在屋里练琴呢 哎哟 这不马上要考试了吗 有一首曲子这一直练不好 真发愁 诶 逗逗 我记得你不是音乐学院毕业的吗 要不你给乐乐当私教吧 我 可以 可是我这都好久没有碰过钢琴了 而且我还有自己的工作呀 那你就周末来 以后你周末就少休息会儿 这事就这么说定了啊 太好了 谢谢你逗逗啊 来 旁边坐 哎呀 这几十平的商铺 动不动就要一二十万 我可真头疼啊 这有什么可愁的 我市中心正好有套商铺 八万块钱租给你 怎么样 诶 还是兄弟你靠谱 诶 你说的是我娘家那套吗 那个最少得十万吧 租给谁不是租 租给我兄弟还放心呢 我们两个有必要分的这么清楚吗 哪个男人在外面不要面子的 行了 我先送他们回去 对 有什么回家再说 想撑脸面可以 但别人给脸你也得要 想摆大方也行 但康他人志凯就别怪他人计较 不好意思 这个车也是我的 你不过就是个蹭车的 讲排场 那就自己想办法喽 这车也不是他的呀 这也太丢人了 这边是男人的 孙子 这边是男人的 端于是男人的 老 backs 这边是男人的 还是男人的 他最后是男人的